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新山奖 我是Water 煮食油都有人偷 不是吧 一起来看看 敦偉新山奖 敦偉新山奖 你发不发觉有一位好像林太 林太 誰是林太 剛才那位太太 是不是有點像林鄭呢 歡迎觀眾朋友 踴躍留言 講下你的意見 一宗這麼普通的 他爺新聞 方向報 講的那個版本 和警方 公佈的那個版本 又有些不同 我們一起來研究一下 銅鑼灣 在今日 二十號的下午 發生一宗偷竊案 兩段的車鏡片段 可以見到 一名新穿紅衣的 藍亞裔藍賊 在利源山道逃走 在後面 狂追不捨的 師奶 一路追 一路就大叫 偷東西啊 偷東西啊 同時間 有一名 疑似是店舖的藍職員 從後追折 可惜 最後都是無功而還 警方就表示 利源山道 有一間店舖 在今日的下午 發生了一宗 盜竊案 三支價值 二百多元的煮食油 被盜去之後 賊人 就逃走 驗證追輯 兩名的男女疑犯 其中 男的疑犯 身穿紅衣 女的疑犯 身穿黑色衣 幾十元 一支的煮食油 都由人偷 不止一個賊 而是兩個 還要 這樣走了幾條街 果然是世界難路 失業率高期 沒有辦法 但是 比卡超 還要輸入外路 那就真是不知道 他什麼心態了 至於這個方向步 他就說 偷的就是銀包啊 你有興趣 都去上網 看看方向步 講的那篇報道 就不在這裡詳細說了 希望 這個方向步 和其他的報社 那些記者 有些專業操守 你不要見別人 跑的時候 拿著銀包 就說別人掃銀包 才行 麻煩觀眾 踴躍留言 一有新消息 再和大家報道 多謝大家避免 喜歡訂閱 分享 是這樣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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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出